1992年夏天,72岁的伊丽莎白终于踏上了中国福州的土地。 这位满脸荡漾着幸福的美国老人,即将替丈夫完成一生未了的心愿。 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她等待了整整六年。 1986年,伊丽莎白的丈夫,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加德纳在美国病逝。 但是,迷流之际,加德纳手握着一张带有中国油戳的照片,不断念叨着一个地名,谷底。 照片上的人是谁?谷底在哪里? 直到丈夫去世,伊丽莎白也没有明白。 这件事成为她心中最大的遗憾,同时也让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替丈夫回到谷里。 这个愿望在1992年变成了现实。 当时,福州晚报记者乔梅一直陪在伊丽莎白身边。 20年过去了,乔梅还清楚地记得她登上古岭那一刻激动的神情。 我很希望她能够说出什么来,但她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呢? 她张着嘴眼睛看,我感觉到她有点笑着,但是我感觉到她好像有一种精亮的泪珠似乎在她眼睛里闪着,因为我很明白她那个心情。 古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何成为一个美国人一生的香肠? 公元1886年,一个夏天的寻常夜晚,居住在福州古山脚下的老百姓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两道神秘的光亮在山顶上时隐时现,仿佛是某种怪物的眼睛。 光亮闪动的位置叫做古岭,那里荒凉无比,人烟稀少,更有离奇传说。 古岭曾经盘踪着一条黑色巨龙,那两道光亮正是巨龙的眼睛。 惊慌失措的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谁也不知道古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古岭位于福州东郊古山之北,距离市中心13公里,海拔900米,因为和古山相邻而得名。 随处可见的现代化民居,让这里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 然而,就在这绿树眼影之下,当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行走其中,古岭的另外一番面貌便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些有着立柱、回廊和巨大落地窗户的欧式建筑。 由青石筑起的坚固房体,简朴而挺拔。 他们最初的主人是一百多年前生活在福州的西方人,这些欧式建筑也被当地人称为西洋别墅。 今天,居住在这些西洋别墅中的,是古岭最普通的村民。 每年开春,他们都会用这种混乏着贝壳粉的涂料修起院墙。 在实际严重的山区,这种方法除了起到防潮的效果, 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建筑一百年前的丰貌。 在古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下别墅中, 这间会客厅即将恢复为一百年前房子初建时的模样。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系的郭隆刚博士, 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一批一百多年前留在这里的玻璃灯罩。 这些灯罩,这是引起当年山下那场惊慌的原因。 这是乡民和外国人接触之初一个有趣的故事。 等外国人在山上陆续建起了各式的别墅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往往装上了巨幅的落地窗户。 在往上的时候,等他们在屋里打开他们的灯泡的时候, 这个灯在各式各样的绚丽的灯罩的映射之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在山下的老百姓看来,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有颜色的灯光, 在他们看来, 他们想可能是山上的龙复活了。 但是现在这只是个有趣的误会。 每天下午, 古岭一下村老年活动中心总是热闹非凡。 就像这个村子的名字一样, 即使是烈日炎炎的夏天, 也难党村里人跳舞的热气。 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稀记得, 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这个房间内想起的是另外一种声音。 当时这里叫做万国工艺社, 每到下午, 衣着整齐的西方绅士们就会在这里开启舞会。 在他们之中有外交官, 有商业大亨, 还有医生和大学教授。 让人难以想象, 这个不起眼的小房间, 竟然成为当时福州外桥中上流社会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米尔顿·加德纳也就是在那时跟随父母来到谷里。 通过这张一百年前外国人绘制的地图, 郭荣刚终于找到加德纳的故居。 加德纳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 他们一家在古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和房子的主人一样, 已经在岁月的风雨中消逝。 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人汇聚在古岭, 又为何他们与古岭结下了一世情缘? 今天,我们跟随当地人的脚步, 还可以找到一百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生活的印记。 游泳池中的水, 由山泉自然汇聚而成。 而承接泉水的这个小石槽, 据说是当年外国人天然的冰箱。 一到夏天, 古岭的村民还经常在这里喝上一杯冰凉的啤酒。 来的时候没有冰箱, 有时候有冰凉换在冰凉的冰凉, 就是这样的。 到夏天, 怕花呀, 花花都换在这个水家里面, 在家里面有一个东西换在里面, 换上来, 它到第二天就不会换, 夏天这个古岭的这个泉水是不是很凉? 很凉跟冰一样。 跟冰一样的? 跟冰一样的。 哇, 真的是很凉啊! 现在就凉了。 就是一小会就凉到这个程度了。 一手拿着你就注意点了。 真是像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样。 就是这样。 七十年前的影像打开一段陈峰已久的往事 无意中被发现的古岭如何成为世外桃源 请继续收看左边中国特别节目古岭往事 这是一部我们费尽周折找到的拍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纪录片 画面中这位刚刚走下飞机的美国人叫马安德 作为一名即将负责福州教会工作的传教士 从美国来到福州 热情的同事们为他们一家在古岭安排了一处住所 马安德也因此和古岭结缘 幸运的是 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马安德依然身体健康 在朋友牛东的帮助下 郭荣刚和马安德取得了联系 听说我们正在古岭拍摄 老人十分高兴 特意从美国佛罗里达发来一段自己在家中拍摄的录像 你好啊 你好啊 必姓马 马 马 马犯的马 名字是安德 平安的安 道德的德 这是我的内人 Sally 你好 我们的毛 Percy 很高兴 这样见你们 好久没到中国 中文字幕 李烦冰 江心 在马安德的回忆中, 古岭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当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外国人, 在这里陆续建造了三百多座西式别墅, 福州古岭和江西庐山古岭, 浙江墨干山、河南激公山一起, 被誉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利。 那么是怎样的机缘, 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岭享有如此高的声誉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靠近核心铲茶区武夷山, 福州成为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 西方各国的茶叶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大量涌入福州。 美丽的福州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东方风景, 但是夏季火炉般的炎热天气也使得他们痛苦不堪。 寻找并开发一处气候凉爽、风光秀丽、 交通便捷的避暑胜利, 就成为那时外国人们的急需。 1885年的一个夏天, 美国牧师伍丁从福州出发, 前往连江会见一个朋友。 炎热的天气让他不堪路途的遥远, 于是他选择超近道前往, 但是这必须要经过一个叫做古岭的地方。 当他到达古岭, 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气温竟然比福州周边任何地方都要凉爽, 而且浓雾缭绕, 花草芬芳, 仿佛一个世外桃源。 武丁回到福州之后, 这个惊人的发现, 很快就在外桥中流传开来。 第二年, 英国医生任尼在古岭修建了第一幢别墅。 任尼或许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时之幸, 却在福州乃至中国, 开创了西式别墅社区的先河。 随后, 大批外国人开始在古岭盖起了自己的别墅。 然而, 他们并没有想到, 这个意外被发现的古岭, 其实是一个气候非常独特的地方。 在福州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陈硕的办公室, 有一张福州地形的热感应图,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导致古岭气候凉爽的秘密。 夏天的东南风从太平洋产生, 经过长乐平原, 越过敏江口, 到了古山脚下。 最重要的是, 在古山山外有一个横断的峡谷, 海风经过峡谷, 吹到了古岭上, 以此形成一个凉爽的古岭山区的海洋气候。 所以在古岭, 我们夏天特别凉快, 它的一般的气温会比市区低, 8到10度左右。 时光流转, 童年的友谊根植于心, 半个世纪的牵挂, 一段共同的感人回忆。 请继续收看走遍中国特别节目, 古岭往事。 加德纳太太来古岭时, 意外遇到了郭公宏的父亲郭茂炉。 让加德纳太太惊喜的是, 郭茂炉居然是加德纳先生小时候的玩伴。 那一天, 郭茂炉告诉加德纳太太, 村前有一株柳山王大树, 小时候她和加德纳经常在那里比赛爬树。 加德纳太太听了之后, 兴奋得合不拢嘴。 这也正是丈夫时常和她讲起的故事。 对于郭茂炉来说, 和加德纳一起玩耍的童年, 也给自己带来影响一生的习惯。 在马安德的纪录片中, 也记录下了共同居住在古岭的洋人孩子 和中国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场面。 他们在游戏中不仅学会了对方的语言, 同时也把一种最纯极的友谊 根植在心中。 家住古岭的郭祥书, 同样珍藏着一段和外国人相处的美好回忆。 古岭不仅是外国人消下避暑的世外桃源, 因为他们的到来, 这里对于很多中国人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当时在古岭, 邮局, 学校, 医院, 书店等设施一应俱全, 上不起学的孩子们 也可以免费进入了外国人办的学校。 有些饱受虫灾侵害的农民, 甚至在这里学会了给果树除虫。 同时, 古岭上的村民也成为外国人修建别墅时最重要的帮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教会了外国人怎样做地道的中国菜。 对于马安德来说, 在古岭那段美好的岁月里, 当地人不仅教会了他汉语, 也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 今天, 在马安德的家中, 这些充满了中国味道的工艺品, 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和马安德一样, 回到美国的加德纳, 也一直难以忘怀那些在古岭曾经朝夕相处的中国人。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加德纳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加德纳太太 对于加德纳太太来说, 福州之行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每当看到这些福州特产的寿山石, 加德纳太太总是感觉那样亲切, 那样似曾相识。 而这些鲜香的福州菜, 而这些鲜香的福州菜, 虽然是第一次品尝, 但每一口的味道, 都让她勾起了对丈夫的回忆。 老太太她很得意地告诉我 她说我先生每天都要吃一餐中国米饭 还有她说我要是让我先生晚上做菜的话 她一定要做一餐中国菜 她说她先生保留了一个 自己做了一个中国的菜谱 她举例她说比如说酸甜肉 就是我们说的糖醋 还杏仁鸡丁 她说我先生自己还发明了酸甜虾 老太太她经常跟人家说 我先生是中国人 纯美国血统的中国人 1992年8月 加德纳太太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临行前她把丈夫珍藏了七十年的一对脱胎七气花瓶 送给了福州博物馆 她说瓶子里装的是丈夫的梦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古岭 在不远的将来 古岭上那些承载着特殊回忆的别墅 将会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挺立起来 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将出现在世人面前 古岭也将成为福州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